这首歌的话就对我来说是一首 我可以宣泄自己 分了会对自己不满意 等等一首歌 他一步接一步到孤独的走 怀疑观赏星空是他自己的 放弃太多了 忘记太多了 划破了气流的沉耷 Hip-Pap当中很多的绿豆 都是从爵士乐来的嘛 但是爵士乐对我来说它是一个 是一个很freespirited 很自由的这种音乐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乐队全都是真实的契乐 它的可能性太幽 但是跟李世哈老师合作的话 我觉得这很多程度上 就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 寻找适合这首歌的声音 因为Louis他这次是非常想要 一个最原汁原味的爵士乐的班底 作为一个制作人的角度 我就相当于协助他 然后把他的情感 用更合理的和声音乐节奏 然后去帮他出发出来 这样子 最让我记忆有心的是在尾声 然后每一个副歌 路易就一直觉得 我们这个情感推不上来 不然间我们的鼓手 一下子在三拍子里面 他对应的就打出来一个二拍子 假如这是一个三拍子 一二三 但这边有个二拍子出现 一二 一二三 一二 就那一刹那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一点太棒了 我们要把它保留下来 啊 啊 yeah 好 Let's go 他放弃过 什么什么是成长呢 他说他说 带走的时光 地下地下 成长是雄气 我觉得录音的时候 因为我们学生坊间录的嘛 但是我整个录音的过程当中 我是听到所有的契约异情 而且我感觉哪怕是看不到对方 还是能够感觉到 契约它会跟着我们的情绪走 这首歌的情绪最激昂的地方就是从verse 2 结束 然后进入一个bridge 进入一个interview 然后慢慢推上去 要关键的太多了 新手采写里的神门啊 最后这个resolution 把很多的契约全部都mute掉 然后在复歌的时候再加回来 我每次听那一段的时候都是 亏给我鸡皮疙瘩那一段 一个生命的力量 其实是要在一个有真实乐队下面 然后通过我们整体的演奏人员 去表达出来这种情感上里面推送起来的 我觉得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 它都是一个在 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